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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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湛江 墓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 这使得湛江不仅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还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 当五假期 海岛上的人们会享用哪些独特的美味呢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将搭乘轮渡 前往克城岛 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 这一片呢 其实是叫红树林 生态环境真的是特别的好 偶遇有着深海魔术师之称的石头鱼 放那儿 你可能真以为它是石头鱼 看户外达人如何用本土食材 烹调出口味非凡的端午海鲜盛宴 很自然 是 把自己的创意都加进去 对 对 太享受了 干杯 品尝东海岛特色美食 白切鹅 很香 配上这个酱料应该是绝配 在岛民的带领下 获取小海鲜 制作跨界组合美食 我还将前往澳洲岛 澳洲岛 禁止焦虑 走进海鲜达人的秘密赶海地点 收获是大大的 它真的是得来不易 跟随潮汐的节奏 解锁当地渔民端午时节的隐藏菜单 从现在开始 我就带着你一起从北到南 开启我们的跳岛寻仙之旅 那今天的第一站呢 我们要去到的是距离湛江陆地 最近的一个岛屿叫做特程岛 特程岛位于湛江市东南方的湛江港湾内 距离市区大约三海里 穿梭往来的水上巴士和轮渡 是连接路岛往来的主要交通方式 一口海岛风情唤醒味蕾 岛上更加鲜美的滋味又会在哪里呢 这一片呢其实是叫红树林 那为什么叫红树林 树皮当中是含有一种叫单宁的这种物质 它们能使红树植物的内部呈现红色 生态环境真的是特别的好 在特程岛沉浸古谱的渔村风情中 尽可安闲自在 而在海洋的律动中 向来少不了探索者们的身影 现在我们在海上面呢 我们要比较敏感地感受我们的风 发现前面有船 渔船 或者有其他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敲那个物钟来提醒别人 我们待会我们前面有渡船 我们先做个转向避养一下它 龙骨伸浆器先放下去 资深翻船玩家黄生旧 一边在船尾掌舵 一边给搭档邓景伟发出操作指令 升翻 对可以升 无数次面对风浪的默契 方能确保翻船航行如鱼 卡住 卡住 对 翻是根据风的形状来改变 我们才会有保持一个向前行驶的动力 明白 黄大哥领航乘风破浪 而说到探寻新鲜滋味 邓景伟则是一位美食冒险家 在家里的生活久了 要适应这种功能 只要长话好方耳朵 就没有问题 体验过翻船的乐趣 两位大哥带我来到了 新罗旗部的海上鱼排 为的是什么鱼啊 鲤蚂鱼 今天咱们是找这种鱼吗 不是不是 这种情况来就是养殖的鱼排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找的好的食材 做的今天好多好鱼哦 红鱼 石斑鱼 没有 我说的是 本年就有没有什么量货 好货 量货 就天然的 因为它们经常有鱼会收在这里 有啊 我刚刚有一个生货 好 带我们去看一下 带一个看一下 说起好食材 邓大哥眼前一亮 养殖鱼排上会遇到什么天然量货呢 哇 石斗鱼 那你看 像石斗鱼 真是哦 它又不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么 就是你知道它是石斗鱼 它放那儿你可能真以为它是石斗鱼 我还挺想摸摸的 但是不可以是吗 不行 有毒的 石斗鱼学名鹤昌游 体型浑圆 且表面有许多流状突起 看起来很像一块布满台 牌显的石头 石头鱼的体色能根据周围环境变化 从而达到极佳的伪装效果 像我们去泉水的话呢 很多泉水员它不太流域 因为它太像石头了 对 很容易在手上碰到 它会刺上它 刺是有毒的 那这毒的刺不影响吗 上面的刺要去掉 这个好多刺了 吃到那个鱼又很脆的 特色食材不可多得 两人决定来一场风味纯正的沙滩露营 这些都归您了 是不是 是的 我负责炭烧 生蚝和我们的大虾 我先负责这个石头鱼 难度最大 但这看起来有点棘手的石头鱼 要如何处理才能成就一番美味呢 处理这个石头鱼呢 第一步一定要把自己给防护好了 对吧 对对对 那我跟邓大哥这个手感觉要出汗 但是能保证安全对不对 对 这个非常重要 来 我先拿起来 刚刚只是在 我想去摸它的时候 老感觉它应该是硬的 就像石头那种质感 但实际上它真的身上是软和的 你知道吧 我们第一个先要把这个剪掉 把后面这个刺给剪掉 最毒就是这个 它其实就是那个表皮会特别粗糙 沿着背鳍方向 将含有毒素的背刺 连同鱼皮一同剪去 再翻身从鱼肚处下刀 将粗糙的表皮完全剥离 这就露出里边的肉来 对 欢迎一新 对 欢迎一新 白白嫩嫩地看起来 而且我感觉它的这个 整个的出材率还是很高的 肉含量很高 对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这么稀奇的石头鱼 今天您打算怎么做呢 一种鱼 两种吃法 处理过后的石头鱼 仿佛经历了一场蜕变 成为了带雕琢的芋脯 第一个是煮汤 炖汤是调出鲜味的极佳方式 但如何烹饪 才能使汤味醇干美呢 咱们是直接把鱼下下去吗 没有没有 我们先把猪肉和两片姜 还有放猪肉 对 猪肉可以把那个味调起来 甜一点 姜片与猪肉片一起下锅 烧开后撇去浮沫 下入鱼块稍加炖熟 精盐调味 最后一把葱花 一把香菜 再点一点花生油 真的是原汁原味的 石头鱼汤品其本味 是最地道的湛江美食烹饪风格 这是我们做个新的尝试 好 乐于求心的邓大哥 会有什么更有特色的做法呢 看咱们这个锅都不一样 对 这个铁锅 这个铁锅是 煎鱼 要煎一下 整条煎吗 整条煎 我看咱这旁边还有一个菠萝 也要放在这道菜里吗 对 我们尝试一下 湛江菠萝 味甜 香烈 酒副盛名 石头鱼如何介味果香 让风味更上一层呢 花生油先把它煎了精华之后 好的 它也能保持的原汁原味 因为它的铁 反正很快 料理家辅助翻面 让鱼肉均匀煎香 煎精华之后 它的香味就出来 硬起油锅 蒜末爆香 接着下入彩椒丝 蚝油 生抽调和底味 后面我们还要焖一下 煎闷 对 煎闷 户外的话就是让大家很自然 是 把自己的创意都加进去 对 太享受了 将石头鱼放入汤汁中 慢慢煨煮 最后发芭萝 它是很容易熟的 太酸就不好吃 菠萝中的果酸 添入一层新的风味 焖煮片刻后 热烈鲜郁的质感扑鼻而来 而另一边 炭火轻舞 烤架上的食材 翻滚出鸟鸟香气 这个生蚝可够大的 大鲍鱼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产 叫做沙扇 它是一种扇鱼 这油脂含量是挺高的 炒了之后它会比较酥脆 在火焰的催化下 各种生猛海� 释放出海洋的鲜美与丹甜 看着就想吃 来 来 试一下 有菠萝味 肉很滑 我开始会担心那个菠萝味太强了 但是实际上一点不会 对啊 到户外我们一定要在当地 找到当地的材料 对 那我们用最方便的方法 用创意的想法去做这道菜 更多的是享受我们大自然 风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乐趣 还有我们的美味 干杯 干杯 好友相聚 真挚热烈的情谊中 有对美食的分享与期待 也饱含着他们 对端午节日的深深祝福 好好吃 椰林沙滩 碧海蓝天 继续我们的湛江跳岛美食之旅 那么在东海岛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 湛江东海岛距离湛江市区约40千米 这里的海滩平整而干净 长达28千米 是端午假期人们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那么在东海岛又会有什么样的特色端午美食呢 来到这个东海岛一定要吃的就是东海鹅 你看现在我周围这么多人 都是来吃这个白切鹅的 所以我也来尝尝 配上这个蘸料啊 很香啊 鹅肉其实很嫩 而且汁水很足 配上这个酱料应该是绝配啊 自然放养的乌宗鹅肉质紧实肥瘦适中 作为东海岛上的特色美食之一 白切鹅既保留了鹅肉原有的鲜嫩与风味 又使得肉质更加紧实而不失细腻 我听说啊当地吃这个鹅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吃法 一会咱们再去找找好吧 以海为甜的陈自豪大哥 在东海岛上养殖着数种小海鲜 他坚信最好的味道 源于对大海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 我先下去 来来来 从这个泥的表面怎么看这下边有没有呢 那这里有个小孔呢 看它的表面爬行的痕迹 所以我们现在挖试试看 好 在广袤的摊涂上隐藏着什么不一样的食材呢 有了有了 你看 就是这个 这叫什么名字 这叫做泥丁 要用手拉它 要用手给它拉起来 对 这泥丁是一般长在什么地方 泥丁生长的环境就是在鱼女里面 跟沙虫就不一样 沙虫是长在沙里面 平时你不容易抓到它 草长草落的时候 有些食物就在泥巴的表面 它上来觅食了就可以挖了 对 其貌不扬的泥丁 学名可口格囊青虫 虽颜值不讨喜 但味道却异常鲜美 可直接拿来煮粥 用蒜蓉生烟 搭配猪肉爆炒 也可以与整鸡搭配煲汤 吃法千变万化 美味却不改初心 您是不是从小就挖这个泥丁 小时候都是在海边港海 好像一个海区里面 一个有淤泥的地方 就有这个东西住着 看到这个就想起童年抓 那个泥丁的场景 背着个小楼花 人乐趣 是不是 一直到现在 谢谢 获取完泥丁 陈大哥带领我前往另一处地方 这是要找什么呢 这是东风螺 长得很好看 而且个头还不小 也是一个特场 它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出没 在汤图它是退潮就可以找到 也不需要挖 它其实就半幅在上面 它是一种群鸡的小动物 所以一旦发现它就是一大片 对 一大片 你看它这个肉厚厚的感觉 是吧 对 东风螺也被称为花螺 海珠螺 香螺等 它被誉为水中游走的鸡腿 是近年来颇受大众欢迎的 海鲜食材之一 咱这一桌 琳琅满目的 都是咱们东海岛上最有特色的食材 对不对 咱们的这个乌宗鹅 东风螺 东风螺 再加上这个斑结虾 斑结虾 这些食材要汇集在一起 哇 多鲜美啊 这个味道让你想象的空间很大 真的 想象的空间很大 我们先把这个鹅 用那个盐跟沙浆抹下面 就让它入个底味是吗 对 好的 食盐瓦味 沙浆拍碎后均匀涂抹鹅身 可以有效去除鹅肉的腥味 再用葱来擦一下 腌多长时间大概 腌了十分钟 处理一下泥丁 把它的肚子的翻出来 翻出来就是它里面有泥沙有脏东西是吗 对 利用筷子 泥丁被逐个击破 厚实的肉质也被完整保留 三身后的泥丁通纸云白 质地透明而富有弹性 现在这泥丁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那下一步咱们是要做什么呢 把泥丁塞到鹅的肚子里面 它在肚子里面上发出来那些鲜味更加浓郁 让它的鲜味渗透到鹅肉里头去是吧 对 好 这个现在已经塞得鼓鼓的了 这一步我们就要放在锅里面煮了 今天调一个不一般的汤底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核虫 闻起来有一股鲜味 对 核虫学名油吻沙残 它们的外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蜈蚣 但它们与蜈蚣并无亲缘关系 干制后的核虫不仅便于储存 风味也更加浓郁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提鲜呢 提鲜了 同样的做法 但是只要加上这个核虫 口感跟以前不一样 很神奇 核虫和整鹅一起入锅炖煮 反复灵烫使鹅肉表皮迅速收紧 口感更加紧致 核虫的鲜味逐渐渗透到鹅肉中 进一步提升了鹅肉的层次感和风味 火候一到将鹅捞出 取出鹅肚中的泥丁 并将鹅肉斩剁成条 核虫版白切鹅是不是 对 一鹅两次的 咱们这东风锅 还有这班杰虾都还没用呢 这个我们用这个汤来煮一下 利用煮至鹅肉的鲜汤 分别将班杰虾和东风锣浊水 随后与洋葱一起码放在砂锅里 再加入斩舵好的鹅肉以及泥丁 淋油后加盖焖煮 煮的过程它的香味 渗透到鹅肉里面去 密质的酱汁巧妙地平衡了咸甜鲜香 包裹着每一块鹅肉与海鲜 赋予了这道菜 更加浓郁的风味与口感 这个味道肯定错不了 海鲜闷鹅 对 海鲜闷鹅 它融合了东海岛 几种海鲜在里面 对 赶紧尝尝吧趁热好不好 对 好吃 酱料的那个味道恰到好处 对 这提鲜 就跟鹅很搭 有鲜有香 而且是各种海鲜的那种香味 我刚刚吃一条泥丁 它虽然小 但是它吸收了所有的味道在里面 就东海岛才这个味道 东海的虾 东海的鹅 东海的通风锣 混在一起 就是东海一卷 对 这个我今天吃的那普通的白鲜鹅的味道 真的是不一样 蛤虫的味道 就是蛤虫的味道 蛤虫的味道 最特别的是这个米饭 这是用那个汤来煮的米饭 对 这个才是最好吃的 大海与陆地的食材彼此成全 临近端午佳节 陈大哥借有美食 诉说着对家人的深情 与生活的热爱 最后一站呢 我来到了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滑州岛 从我身边这些石头的颜色 就能看出来 跟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滑州岛是一个由海底火山爆发 而形成的海岛 也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熔岩石与海洋相依而存 久经时间的雕刻 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据说啊 咱们滑州岛的海鲜在湛江 真是赫赫有名的哦 到底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美味呢 咱们赶紧出发吧 打卡滑州灯塔 感受海岛的日落美景 探访海龟城 亲眼目睹海龟的悠哉 偶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入住充满海岛风情的民宿 端午假期不亦乐乎 你们去从哪过来的呀 我们是从海岛 我们是从海岛 来来来去吃哪 真的哦 那你是不是跟这个 夫妻俩都好朋友了现在 都成为好朋友了 都成为好朋友了 黄炳杰和苏小荣夫妇 是率先一批在滑州岛改建老屋 经营起特色瑜伽乐的民宿店主 他们充分利用海岛风物 装点自家小院迎接八方来客 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东西 这么吸引你啊 来那么多 海鲜 海鲜好 滑州岛是南海大陆架的 一个肥沃渔场 盛产龙虾鲍鱼等各种海鲜 在接下来的赶海活动中 我又能见识到 什么样的特色食材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 没有那么多人在赶海呢 因为这个地方只有当地人才知道 这是一个宝藏秘密的地方 是吧 我们的秘密基地 对啊 潮水退去 浇从遍布 一片神秘而丰富的海底世界 悄然显露 搭退潮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 就一两个小时 哇 那咱们得抓紧 赶海的乐趣 在于一切都充满未知 能收获什么 收获多少还要看运气 这里有个猫眼罗 什么罗 猫眼罗 在石头下面是吗 这个吗 对 猫眼罗 它翻开来这么好看啊 你看像那个猫眼一样 像那个宝石一样上面 这个可以 猫眼罗 因其壳表面通常具有一个 或多个类似猫眼的圆斑而得名 这些圆斑在光照下 会反射出耀眼的光泽 如同宝石般灵动璀璨 十分引人注目 因此 人们总是将它作为装饰品 增添一抹来自海洋的风情 就是这个猫眼罗 会不会比如说 你发现一个周围有很多 会啊 也会啊 它会有时候 它会一堆一堆 我们看看这片石头 这里 真是 时间与大自然联手 造就了独特的地狱食材 接下来 我们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我们看看这个石头吧 看石头缝底下 石头缝底下 这里有个 你们猜是什么东西 看不出来 黑的 这个是海参吗 对 乌沙参 这叫乌沙参 对 这个是小过的 一般我们都是拿来放生去 都是拿来放生 这种就放生了 起码有三四个这么大的 你碰它 它会把它的五辅六杖都射出来 它是相当于是在防 对 乌沙参又称乌参 黑参 我们日常所提到的海参 一般是指极皮动物们 海参钢动物的统称 乌沙参虽然同属于海参类 但它们通体光滑无肉刺 属于光参类 这里也有条在晒太阳 它也会晒太阳 你看 这是晒太阳的乌沙参 潮水掀开大海的私藏 又转瞬间把它关上 辛苦采集的乌沙参 猫眼螺 以及诸多彰显 挠州岛特色的风味食材 如何料理 才能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呢 咱们这包粽子可是大阵仗 这么多原材料 这也太丰盛了 这是什么叶子 哈喽叶 它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但是捣碎之后 味道应该会更浓一些 对 会更浓 无粽不端午 对于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来说 也是如此 这是咱们这传统的粽子包法是吧 对 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 好味道 对 在海面上煮饭是不方便的 用糯米 用上了我们自己捕捞到的海鲜 鲍鱼 羊猪 虾米等等 就做成了粽子 就带到鱼床上去捕鱼的时候 就可以顶饱 关键是非常方便又便携 对 诺乡席人的海鲜粽 已经令人胃口大开 接下来苏晓荣还会烹饪什么样的美食呢 赶海虽然辛苦 但是收获是大大的 是不是 对 其实这些乌叉参放在眼前 我觉得特别珍贵 因为它真的是得来不易 咱们今天找了这么久 走了这么远 跟它搭配的 这个是 这个是白毛黑幼鸡 它毛是白的 白的 它的幼是黑色的 比较有营养 对于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来说 汤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改刀后的鸡肉 乌砂身 与各种做料 一起炖煮半小时左右 一锅美味 汇聚了海的鲜美 与陆地的风饶 滋养身心 小花 这个是什么 这是毛毛的 这个是海石花 菜籽的 它是黑红黑红的 这个是我们经过久喜久赛 就变成这个颜色 米红颜色 海石花并非真正的花朵 而是生长在浅海礁石上的藻类 因其富含藻类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更被誉为海底燕窝 我看这搭配有西瓜芒果这些 感觉是要做一个什么甜品什么的 对 这是做一个甜品 加白醋熬煮 不停搅拌 胶质逐渐溶解 过细砂滤掉杂质 只留下纯净粘稠的汁液 晾凉了之后 它果然就变成像果冻状 真的都是胶质 液体变成透明的胶状 马脑般晶莹 爆成丝状 根据个人喜欢配以石令果蔬 入口瞬间 甜蜜的味道爽烈缠绵 给炎炎夏日以无限的清凉 经营这个瑜伽乐 应该也就占据了你生活的全部了 我觉得 比较喜欢这种农村 这种田园生活吧 比较简单 现在我很开心啊 这个是生活也是工作 更加人在一起 14年了真的是 对 清洗干净的猫眼螺 与蒜蓉 辣椒一起入锅爆炒 在高温的激发下 滋味完美融合 炒至螺肉紧缩 色泽又人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辣炒猫眼螺 就可以出锅了 上菜 来给大家上个菜 这个辣炒 这个辣炒 辣炒有点青螺 好热闹 下午港海的 你们今天港海开不开心啊 开心 开心 就是太累了 当时好玩 好玩啊 像当于锻炼身体了吗 下次我们还要来 还要来 很肥我感觉 帮你介绍好吗 不甜 挺有口感 很嚼劲 对对对 你们怎么过来的 我们坐旅行车 我不扯过来的 真的 多长时间 六个半小时 真是很有兴致 全身体会去捡螺 真的是第一次 宋小荣和她的家人 用勤劳和智慧 把简单的瑜伽生活 过得有声有色 也让每一位探访的客人 感受到了诗和远方 体验了端午假期的快乐和满足 每一座岛屿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 它是生动 多彩 充满生命力的 海洋世界的一部分 临近端午佳节 在各具特色的海岛上 我不仅品尝到了地道的海岛美食 也学会了倾听海浪的声音 那不仅是潮起潮落的规律 更是大自然赋予湛江的独特韵律 好 相应于有人讨厌 太小岛了 小可猜 不是猜可 是个小岛 我们好像有那个空落 柠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